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6號星期日 歡迎大家參加王劍的新聞查作節目,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蔡霞說黨的失敗 這是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 蔡霞最新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非常的長,那麼我已經 把這篇文章貼到我們的社區去,大家可以去社區看原文 那麼這篇文章全名,題目叫黨的失敗,副題是一個體制內人士與北京決裂 蔡霞教授是 北京的這個中央黨校的教授,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他最近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這篇呢 更好 這篇 這是一個字述 這是蔡霞教授把他的整個的 他的從專業到思想歷程,整個的把他的 這個字述 職業生涯,從他的家庭背景一直到他的職業生涯 一直到他的離開 和他的情況,從頭到尾 講了一遍 他完整的 然後坦誠的向公眾 拋白他的心路歷程 思想歷程,心路歷程 這個 非常坦誠,我覺得我非常欣賞蔡霞教授的這種 這種態度和這種 認真的 客觀的這種 做法 所以我今天 如果今天不做這個題目呢,可能我們就沒有時間做了,因為 每天的新聞都很多,那麼今天也是周末 我沒有節目,可是我把這篇文章打印出來 我翻了一遍 但是我就很急迫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 一方面我把 蔡教授的這個全文,我發到了社區 另外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 我也是算拋磚引玉,因為我們今天是個新聞查作 如果 如果參加我們節目,訂閱我們節目有 有一段時間的網友就知道,我們查作的模式是什麼 我們查作的模式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評論只圍繞著這篇文章展開 所以有網友可以 有網友可以直接去社區,也可以去,現在可以去看 邊聽邊看都行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 我會拿出一半的時間來 我會講我的看法 然後後面就大家來講 大家的看法 好不好 那麼蔡霞是52年出生,她是50後,那我是60後 但是我跟她之間,中間隔的時間有點長,但是 但是我們的 這個 這個叫什麼,這種思想歷程的經歷有一大部分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我看這篇文章 非常親切 這是第1,第2 這篇文章 可以講是50後這一代人的 思想史 他們經歷過的這個思想的這種 進程 從隨著中國的中共在中國的各個運動的發展 他們其實有不同的經歷 蔡霞是個軍人家庭出身 不能叫紅二代,但是也是個 也是個幹部家庭,也是 沒有吃過太多的苦的人 所以 蔡霞最早她的那段錄音出來的時候 我當時我對 體制內的人 我有一點點偏見 我認為我是有一點點偏見,我覺得他們 未必是真心是反對 反對這個政黨 她可能是反對某一個人 我原來對蔡霞的判斷也是這樣,我認為她是反對習近平 那麼她未必反對中共 這是我最初對她的那段錄音出來之後 我對她看法 但是隨著蔡教授慢慢的把她的 把她的評價慢慢的出來,她對中共的看法都出來,我的看法也改變 那麼當然這裡面我最欣賞蔡教授的地方不完全是因為她對中共的 分析的透徹 分析的透徹這件事情 有能力的問題 有這個思想水平的問題,也有這種生活的經歷的問題 所以 不完全是她自己能控制的 但是 能不能坦誠的面對公眾 這件事情我覺得蔡霞 教授做得非常的棒 非常坦誠的跟大家講我的想法 不一定對,但是這是我的想法 這個很好,這個我是非常敬佩她 那麼 中共最怕誰 中共最怕就是 蔡霞這種人 最怕她 最怕這種 從體制裡面出來 然後對體制有非常高度的認知 然後在這個高度認知的情況之下 向公眾 表達她的看法 中共最怕蔡霞,你可以看一下 蔡霞推特下面的五毛 那無日無知衝鋒陷阵 不停 不停 所以你可以看就可見 就是五毛的這個攻擊的程度 反映了中共的 恐懼的程度 那麼 蔡霞 50後 那麼她盡力了完整的這個中共 從 從 從這個建國初期到文革,到改革開放,到現在,到習近平 她這篇文章的琢磨點,習近平琢磨的還是 琢磨點非常的多 也有很多的勢力 勢力去講習近平 他在這個執政過程當中的一系列把這件事情 變得 變得不可收拾的一個過程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而且 蔡教授的文章有歷史感 有歷史感,而且他的文章就 有看法 有邏輯 有事實 然後有關聯 非常的清晰,而且視野非常的開闊 所以我推薦大家看一下這篇文章 我就找一些地方來讀一下 他前面最早,最前部分就說 在習執政的年代,中共政權 我估計這邊是一篇英文的稿子 然後翻譯成中文 所以 有非常強烈的這種翻譯體的 情況 習的執政年代,中共政權進一步淪為政治寡頭 以極其殘酷無情的方式保持權力 他的壓迫性和獨裁性與日俱增 如果你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就真的很難理解 這個政權變得多麼殘酷 而他又製造了多麼無聲的悲劇 在公開反對這一制度之後,我得知住在中國 不在安全 所以蔡霞 其實他的段錄音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在美國了,所以蔡霞的安全是不用擔心的 這裡有一些,我把他的小標題念一下 你就知道這個結構 第一章叫一個共產黨員的成長 他說我出生在一個中共軍人的家庭 他的外公參加了 秋收起義 然後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南京軍區的一個 司令,司令員 然後就是 第一章就是一個黨員的成長 然後是從學生到導師 他是在中央黨校讀到了博士 讀到了博士 然後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實際上講的是誰呢?講的是江澤民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他其實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分析 非常到位 其實是江澤民是想把 中共的理論 擴大到更大的範圍 所以三個代表其實是什麼 三個代表他是這麼說,他說 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我馬上意識到這一理論,預示著中共意識形態的重大轉變 特別是三個代表中的第1個代表提出 意味著 江澤民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 即資本家是一個剝削性的社會群體 取而代之的是 江澤民將黨向他的那個社會階層開放 我歡迎這一決定 就是實際上三個代表其實是改變了 整個的理論架構,中共的理論架構 然後他就 還有一張接著就是不學無數的精英 精英界講的是誰呢?講的是中央電視台 中央電視台的一些 他裡面有很多具體的勢力 這些勢力都具有 他都具有這個 案例的或者樣板的這個效果 講得很清楚,就通過這些勢力 很生動的表達了中國官場 和中國官員 和中國整個的這個統治這個階層,他們屬於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就是空洞的思想 空洞的思想 銷售理念,銷售理念講的是 中組部 中組部他們的出版社 怎麼去搞這些 搞這些東西,又要掙錢,又要完成任務 你看啊,中共有超過360萬個草根組織,每個組織都被要求購買 新的出版物 就包括習近平的那些書 那麼 如果 如果這本書的定價是10元,那就意味著至少有3600萬的銷售額 相當於今天500萬美元以上,這筆錢來自於地方 黨職部的公款預算 所以知道 當年老毛的稿費是很高的 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 另一條道路,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 當時我去西班牙做短期,卻有命中注定的訪問旅行 作為訪問西班牙學術交流的一部分 我得以深入了解1975年獨裁者 弗朗哥去世後,西班牙是如何 從專制體制過渡到民主制的 我不僅將西班牙的經驗和中國進行 比較 毛在弗朗哥世事僅10個月後去世 在隨後的30年中,兩個國家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但是西班牙迅速 和平地完成了民主 轉型,並且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而中國僅實現了部分轉型 從計劃經濟過渡到混合經濟 卻沒有實現政治自由 西班牙能交給中國什麼 我悲觀的結論是中共不太可能 在政治上進行改革 這就是他的 一個 觸發他 對 對中共這個政權的看法的轉變的其中一個誘因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的 坦誠,講他的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 他在 2010年當一些自由派學者出版 走向憲政的專輯時,我為其撰寫了一篇 討論西班牙經驗的文章 我與其他自由派學者的共同的願景是 中國先從黨內民主開始,經過長時間的努力 最終倒向憲政民主 中國將有一個議會,甚至一個真正的反對黨 我內心擔心中共可能會粗暴的猛烈的抵制這種轉型 但我一直把這個擔心留給自己 相反在和同事和同學交談時,我強調 這種轉型對中國乃至 黨本身是有意的 然後第第5章就是對習近平的失望 中間 中間有一部分在講胡錦濤 胡錦濤 在胡錦濤的守護下,中國進入了一個政治停滯期 一個類似於前蘇聯 伯列日涅夫時期所經歷的衰退過程 我非常 我非常同意這個問題 因此習近平將掌權的趨向 於明朗化的時候,我滿懷樂觀地指望習近平 輕鬆容易改革30年來,該改的都改了,現在是攻堅的時候了 然後就是 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對習的失望呢 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對習的描述,其中一個描述是 當時的一個中央黨校的一個 一個教授 對習的評價是 習近平的知識不夠 說習近平知識不夠,後來 有另外一個人 他的同事 另外一個同事說 說這麼說,他說習不是向左還是向右的問題 而是他缺乏基本的判斷力 說話沒邏輯 這對習的評價 然後就是到了2014年,2014年就是 就是一系列的法律改革 法律改革的 其實有很多的動作是為了加強這個集權 到了2015年,當然大家都知道 抓了維權律師,抓了幾百名維權律師,這是習近平幹的 然後第2年發起了一場文革式的運動 批判這個 批判誰 批判就是批判那個 任志強 還有最後一章就是最後的一根稻草 最後一根稻草 講的是對習近平的批評,任志強對他的批評 最後 最後講到的是什麼呢 最後一根稻草,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 觸發了蔡霞的 最終的 他這麼說 然後是警察暴行的掩蓋,觸發了我與習近平 和中共黨的最後的決裂 他講的是什麼例子呢?就是雷洋案,2016年5月 這個環境學家雷洋 去機場接他岳母,然後被警察扣留 然後 死於非命 然後就是 他說最奇怪的事情是什麼呢?最奇怪的事情就是 全國反響很大 警方就講出來說他在嫖娼 嫖娼然後大家要求他解剖,解剖屍體 他說奇怪的事情出來了,雷洋家鄉的政府提出 第一件事情把雷洋的父母軟禁起來 然後先一開始講說給你100萬 美金 賠償100萬美金 不行,不同意,最後加到300萬 300萬還不行,再加一棟300萬 都是美元啊,300萬美元的房子 最後的情況是什麼?最後的情況是 雷洋的太太還是不接受 不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一定要還我老公一個公道 最後是雷洋的父母跪在這個 雷洋太太的面前 所以這件事情就 這件事情對蔡霞的衝擊非常的大 衝擊非常的大 他就 就出招了 最後是出招了,和中共徹底決定 他是在2019年的夏天 我們好像差不多時間 而且 我也是在2019年的 2019年的夏天,我是2018年,2018年的年底 去的 我比較早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這篇文章非常的好啊,所以 我推薦給大家看,我也希望 大家能夠唱首一言的聊聊你們的感受,因為 蔡霞的 她的這個經歷,以及她的這個理論素養 你看這篇文章,你可以看出來 蔡霞的這種理論素養是非常的扎實 扎實 她對事情的判斷也很準確 她的表達也很準確 所以我很喜歡這篇文章 我今天讀了第2遍 好吧,那我們現在進入這個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 互動階段,看看大家有什麼 我們新聞查座的規矩,就是我們今天只討論 蔡霞這篇文章,我們不討論其他 好嗎 OK 鳴謝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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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老師加班辛苦,沒想到週日都做節目 有點忍不住,因為我覺得 明天就開始有很多的新聞了 那麼如果新聞出跑出來 新聞查座是不會有時間做的,所以我今天我就憋不住,我還是要做一下 情況 在美國下令禁止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交易後 富士羅素公司宣布把產品中替除八家中國公司的股票 這個我知道了,這個知道了 這個是應該會發生的事情,我覺得像MSCI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因為 理論上來說 這個行政命令出來之後,他必須剔除,他不剔除的話就違反了行政命令 雖然他不是直接交易的股票 但是他把股票納入這個指數當中,其實就是違規 違反了這個行政命令 觀點 看清中共不難,因為中共作惡多端 到了民主國家還是不懂民主為何物 一邊反中共,一邊還是中共的思維和套路那幫人才可怕 這是有點困難 因為老實講 就說 我們在中共 中共的這個體制內生活這麼長時間 我已經離開了很長時間 我是90年我就離開 但是我後來又回到中國 但當然我不在體制內 但是你要知道 這種生活在這種,成長在這種環境當中,有些東西有些烙印是 很難去除掉 很難去除掉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這次美國大選 非常的清晰 四個字 黨同伐異 我們生活在那個 非黑即白的時代 就說你沒有中間地帶 你甚至不表態都不行 你必須表態 就是這件事情你怎麼說 你開會你必須表態 你支持嗎?支持,支持行過關 你沒支持是吧 動搖是嗎?動搖過去那邊 其實動搖的那部分跟反對的是一起 一起處理的 這是我們生活的時代 我們的烙印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這次美國大選也是一樣 你看多少人跑到我的 推特也好,跑到我的評論區也好 他說你為什麼要中立 當 當這個社會出現了不公的時候,中立就是 中立就是 著作為虐 就是 什麼意思呢?就是我手上握的是真理 你必須跟著我 你不跟著我,你就是著作為虐 其實就是這個樣的意思 美國是這樣嗎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你可以在這次美國大選非常清晰地反映了這個 這個情況,這個情形,所以我們 我經常講 這次美國大選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教育的過程,我們可以在這件事情當中 好好的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兩樣東西 第一個 民主是什麼 民主 民主觀念是什麼 民主的前提是什麼 這是第1個,第2個 寬容 包容 寬容 中國人真的需要這個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 這個朋友 觀點 蔡霞是個原教旨,原教旨主義者,從小對共產黨抱有天真的幻想 和我的父母那一代人很像 中國的最大的問題是體制,體制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 西方的制度 基礎是人性的原罪 靠制度設計來牽制這種平衡 限制權力的膨脹和最大化 有句話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相反中國還在高唱體制的優勢,要求人 服從 集體 只有集體的智慧才是最高的 實際上是為中共的獨裁尋找藉口 蔡霞是個原教旨主義者,我沒有看出來 我沒有看出來你說的原教旨主義者是什麼 對共產黨抱有天真的幻想 我看這篇文章 肯定就不是抱有天真的幻想 我不同意的觀點 觀點提問,蔡霞教的文章都非常有可看性 很盡興有體制內的專家出來進行良心的 評論 提問王老師,以目前CCP原論管制的力度,我懷疑 有多少人能看到這些文章或者視頻,有多少人能夠 理性的分析和深思 文章我就不知道牆內能看到,看不看得到,但是我覺得 會有人會做這個工作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 蔡教授的文章其實你說他有沒有發明一些新的理論 有沒有新的突破性的 就是內幕給大家,沒有 完全沒有 蔡教授的文章沒有突破性的理論 也沒有爆炸性的內幕 但是我覺得 蔡教授的文章非常有張力 張力在哪裡 他用非常簡單,非常平實的事實 闡述了什麼呢?闡述我們平時沒辦法總結出來的結論 這就是他文章的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就是 盡量的多的人來做這個工作 像我這樣的工作,我也希望 盡量多的人來做這樣的工作 就是 我們不能夠停留在喊口號,老實講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我看海外的這些 就是反對中共的這些人群 主要停留在什麼呢 主要停留在喊口號的 基礎上 都是喊口號 喊口號可以嗎?可以 但是 喊口號是需要的 在一場全面的社會運動當中 喊口號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只有喊口號 就是 要有人喊口號 要有人做什麼工作?做基礎性的工作 什麼叫基礎性的工作?我就在做基礎性的工作 你說中共不好 中共有問題,體制的問題,我告訴你體制問題在哪裡?123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體制的問題? 你說中共的意識形態有問題 他意識形態到底有什麼問題?比如說中共洗腦工程 他洗腦工程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你不用光喊口號 光喊口號,口號不行 光喊口號 時間長了 大家會忽略你的口號 所以我覺得 就是 要有大量的人 做基礎性的工作 這種基礎性的工作 才對這件事情有 基礎性的幫助 有基礎性的幫助 才能對廣大的 海外華人也好,其他的人群也好 提供足夠的支撐 沒有這種支撐 喊口號沒有用,那都是浮雲 觀點,蔡霞的言論和文章把我從小對共產黨的認知 全倒轉 觀點,至少可以引起這些想 保錢保命的開明官員的共鳴 只有保護私產才有他們的財富和地位,否則半君如半虎 說了上兩代人被毛打怕,但習不是毛,沒有毛的威望和政治洞察力 其實千禧一代並不怕習 否則不會有董熊堯,想想毛時代有人敢潑墨嗎 現在不說話不等於怕共產黨,只是明哲保身而已 一旦中共沒錢了 對社會的控制力下降了,就會蜂擁而起 這是牆內人的心態 這也是中國人為什麼支持川普的原因 掐斷中共的資金流 讓他崩潰 有一部分我同意 有一部分人真的是這樣 他說的有部分 看錢份上 算了 就不說了 但是錢沒了 那我就要走 大概是這樣 情緒 蔡說他讀共產黨宣言中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是 被共產黨呼籲自由所震驚,意識到中共理念和共產黨主義的反差 但馬克思雖然極端的鼓吹暴力 但還是以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為目標 而大陸 RP 貧富差距 僅次馬來西亞排名亞洲第二 中共說極權理念來自於傳統文化,但中華文化的核心是 豎道和自強,中共卻一貫 一貫党童乏意 熱衷甩鍋 逐漸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中華文化 都是中共這個臭婊子給自己找的排放 OK 有點繞 觀點,說白了,一個國家有國家的利益 政黨利益和具體的個人利益 這三個利益不可能隨時一致 因此需要輪換和調整的空間 而中共不允許這種空間存在 如果 鄧江胡的時代 是黨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可以寧可原地踏步不做大改 那現在可以說是個人利益又凌駕在黨的利益之上 文章中提到不學無數的精英一節 精英一節可以說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非常正確 非常對 觀點 原來我也學過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 原來我也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相信人人平等,資本就是剝削,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發現一個沒有監督的權利必然作惡 為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帶來 社會中的正義 公義 老實講 我看過資本論 我看不了 看不了 怎麼說呢 這裡面有一半是翻譯的好爛,我覺得那個翻譯簡直是沒辦法 這是第1個,第2個 這種哲學的語言 這種哲學的語言 非常騷腦 就是你要處於一個高度的這種 概念、邏輯、架構當中 需要 非常清晰,你才不會走暈 反正我看了,我資本論我看了 不到一個月 我最後放棄了,我沒看 沒看了,沒看下去 看不到一個月 不行 實在是 考不住 理論水平太差 情況,北京昌平區 鄉堂新村小產權房又遭強拆了,大冬天的限期天內 搬完家 這就是蔡奇做得惡 蔡奇做得惡 觀點,中共教育人要愛黨,身為台灣人無法想像 不是黨員愛什麼黨,黨國不分 提問,不明白為什麼這輩人都經歷過文革和六四 卻要一些事情 才有可能一記耳光般的醒來 有些人也因為那些那段荒謬逃到香港移民海 國外 但思想又回去了 這個問題到底是為什麼 好問題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這也是我一直 一直在,其實我對海外民運這個現象 很好奇 但是我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去 去深入挖掘 有能力有時間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 海外民運 海外民運其實很複雜 這裡面有什麼呢 有中共的滲透,中共不遺餘力的滲透海外民運的人群和組織 這是第一件事 甚至 中共還假扮 就是找一些人來,假扮海外民運做一些 做一些這種工作 所以 你讓你這個分不清楚哪個是 哪個是共軍,哪個是這個八路軍,搞不清楚 就是 所以 非常複雜,中間有 有第五重隊,有各種各樣的人 所以海外民運這塊 有朋友可以做做研究 但是還有一個現象,是什麼現象 就是這些人 真正的 民運人士 到了海外 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 那個變化很奇妙 觀點,中共對89年後蘇聯的崩潰極極恐懼 因此特別研究過其過程 所以中共很難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 中共的黨衛軍也跟蘇聯的軍人不同 這些都是中共的預防措施,非常正確 觀點,江澤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悶聲發大財 某種程度上也放任了自由派對改革的探索 相反 習就是一個以某種救世主的態度來治理統治中國 希望做一個忠心之主 抱著一種我就是知道怎麼來拯救你的想法 來執政 做一系列拍腦袋就做的決定 可惜知識不夠,能力不足 觀點,我認為這就是中共洗腦成功之處 他像一個俄羅斯套娃 或許每個人都能夠進行到一層兩層的結構 最外層可能是某種事實 第二層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矛盾 但是更深層次的邏輯和思維方式的洗腦 就很難被識破 邏輯就是很難對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進行解構 思想方式就是即使你可以識破中共的邪惡 但是依然會採取黨同伐裔的做法 這種洗腦是一個系統工程 讓絕大部分人只能夠解構其中部分內容 能理解嗎 這個網友寫得非常的厲害 非常厲害 大家可以 再去聊天 評論區再看回這一段 這段話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說我們經常講我們的網友 這個長龍臥虎 我們的評論 互動界環節是非常有價值的 觀點有人反共是為了私仇,有人反共是為了民主自由 有人反共是為了自己當皇帝 我們積極發揚自由思想 警惕皇權思想 這個其實也是蠻發人深省的這段話 他可能一開始不是想自己當皇帝 他反共可能是為了 為了民主自由 可是 可是到最後他發現坐上去挺爽 就坐上去了 這是有可能 觀點剛才提到蔡霞是原教旨主義 是指他第一部分對自己成長經歷的描述的分析OK 當然 他現在看明白了中共,並且和中共決裂 是非常讚的 他對自己的思想轉變寫得非常 很透徹 非常透徹 是這樣,我同意你 觀點 從年中的BLM和這次美國大選,感覺大陸華人要學理性看待事物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很多華人眼中,支持BLM就是支持打砸搶,根本不了解什麼是平權 同樣很多大陸華人覺得拜登上台,美國民主就完蛋了 拜登和他的團隊會把美國賣給中國,根本不去了解 西方世界的民主真諦 也脫離了現實世界 整個世界趨勢發生了質的改變 拜登要怎麼樣賣 美國呢 大陸華人,尤其是海外華人要靜下心來 多看王老師的視頻 會有一種群體效應 我覺得現在 現在你可以看,其實 我站在旁邊 我很多朋友是川普的支持者 非常 非常投入的支持 我當然 我會給他們一些提示 但是我不會 我不會跟他去辯論,因為這沒有意義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進入了這個狀態 然後呢他身邊全是這種狀態的人 這種狀態的人就進入一種共同的情緒 這種共同的情緒互相鼓勵 所以要很小心 我有些網友 我有些朋友 現在處於一個 我認為是不健康的狀態,就心裡已經處於一個崩潰狀態了 所以我很同情他們 所以我也在這裡能夠提醒,如果能夠 能夠看到,請大家 幫助他們 我不是說大家去反駁他們,不是的 而是要幫助他們進行心理建設 這種心理建設保持一個 保持一個平和的心態很重要 那麼 如果能做的話盡量的做吧 觀點,也許馬克思主義本身沒有錯,人類社會就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我不同意 共產主義根本就是 一系列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運動證明 共產主義 是荒謬的 社會主義是騙人的 觀點,經濟學專業,大學的課程用一年時間讀資本論 馬克思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他是一個哲學家 資本論是一個哲學著作,不好懂 拿來指導經濟發展是狗屁 非常正確 觀點,馬克思想在地上 建天國,人人平等,各取所需 但人都是自我為中心,是不可能實現的 觀點,來日本30年看了周圍很多人的變化 得到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總結 深受其害之後來到海外的人,很多人又開始腦殘言行 有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不能融入當地,感覺自己沒有存在感 加上現在國內對海外的滲透,去拉海外還人 讓這種在當地得不到認可的,一下子找到了被認可的存在感 所以又開始腦殘言行 提問 王先生我有一個疑問 歷來已久,共產國際資金來源 和華爾街資本是不是 一個出處的兩個分支,謝謝 不是 華爾街的資本跟 共產國際窮棒子 怎麼能跟華爾街的資本相提並論,那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數量級了 所以這種可能性是零 這是第1個,第2個 如果共產國際有華爾街那麼多的錢的話 你說的是 出處啊 資本的出處 資金的來源,我沒理解錯 那他自己不拿來勇敢啥 那直接把 資本主義不就打翻了嗎 所以這個不存在的可能性 觀點 共產主義是一個了解錯誤人性的幻想 共產主義是幻想 這個沒有錯,共產主義就是幻想 社會主義是什麼,社會主義是個騙局 鳴謝 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一個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 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 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